好,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就是 點舉證的部分喔,那硬體的部分呢 就要麻煩同學你先找一下囉 來 鋪鋼、鋪鋼、鋪鋪的跟鋪的 對,你找一下你的那個 鋪鋼,鋪鋼,鋪鋼 那個是鋪鋼欸 來,鋪鋼是只有在鋪鋪裡面才有的 來,這個,你找到它 你要,接之前要先注意一下喔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這個鋪鋼鋪,它有什麼 杜邦線 來,但是,老師剛剛有提到鋪鋼的問題了 請問,這種鋪位是鋪的還是母的? 杜珠淮的這個 公的還是母的 公的對不對 所以你在找杜邦縣的時候要找哪一種 公的 對你要找公的跟母的 有沒有他有一頭是尖的 另外一頭是這個 公母要五條 對總共五條 請問 杜邦縣什麼顏色有沒有關係 沒有 沒有關係齁 你如果要照我們簡報上面的 顏色也可以不照也 沒關係但是 你們要注意一下這個地方喔 來看一下 請問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這個 麵包板好像公的 還有前後都有 這裡也有 這裡有後面這邊是不是也有 請問要接哪一邊 接哪一邊注意看 有英文字的 你們看一下這裡 他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這裡 一個是印一個是澳 有沒有注意到 你們翻過來看 就是把它翻過來看 看我們這個字的上面 在這個字的上面 這裡 有印跟澳 有沒有應該是第三個 我這樣看比較不是那麼清楚齁 就是這兩邊 一個是印一個是澳 D 一個是D 不要接錯邊喔 你要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看 接錯邊 只有一件事情不會亮而已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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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沒有嗎 好如果你們剛剛沒看到是因為你們都只看一面 我們背面沒英文字 你們背面沒有喔 那我的為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你比較專業 反正你看前面這裡也有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所以要接對喔 哇 你已經滿江紅了 糟糕你被當掉了 現在如果大家都已經接好了之後 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接對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這個積木裡面 它有一個很不錯的方式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載入範本範例積木 對就是這裡齁 你找一下 我們這個 有沒有叫LED點舉證 我們直接把範例叫進來 馬上就可以測試 程式先不用寫 來你從這邊 他要問你說是不是要把它取代掉 我們把它取代掉齁 好但是進來之後有個地方要稍微改一下喔 要改一下 哪裡要改一下 來 你看這邊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ID已經不見了 有ID還在 還在的就表示 還沒有進來 好 點一下 第二個 我的開發版 是不是smart 就不是上面那一個囉 就這樣就好了 那 現在 我就可以馬上來測試看看 因為這裡的層次是寫什麼 當我按了按鈕1 就會顯示一個形狀 對不對 如果按鈕2 欸可以做跑馬燈喔 再來按鈕3 可以顯示動畫喔 上下左右有沒有 然後4跟5 好 我們馬上來測試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這LED 如果我按按鈕1 欸 沒有喔 欸 對 腳位不一樣 剛剛忘記了 因為這個腳位跟我們的不一樣 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DIN是不是接到16 對不對 所以你回頭看一下我們講義這邊 在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 有看到了齁 16 啊 CS接到14 然後一個 7LK是5 所以這個地方 記得喔 要停掉之後齁 14 這個是5 所以我們再執行一次囉 你確認一下 欸 有沒有亮起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在跑馬燈呢 有沒有成功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兩個地方齁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確認一下 這樣 你到底 硬體到底有沒有接對